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起了在西方国家最古老的两门学科是医学和法学 为什么这两门学科是最古老的学科呢 一个是自然科学的医学一个是人文科学的法学 过去我们常常讲因为这两门学科涉及到了人的最重要的生命健康的这个问题 医生掌握了是人的生命和健康 而我们法学实际上也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生命 其实我觉得呢法学和医学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 就是他们是以实际中的实践作为他的深厚的基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医学从自古以来就有 而且通过了每一个人的生命健康的具体的案例作为基础 所以这一门学科是长久不衰的 而且是不断在发展 那么法学呢 就是以他的诉讼作为基础 因为社会就有官司官司就有赢输 在官司的输赢的过程中 我们就发展了我们的法学 所以应该说法学和医学之所以成为两门长久不衰的 这么一门这么两门科学的他的基础 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实践的基础 才表明了他长久的生命力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现在评选这个十大有影响力的案件 是符合这个规律的 因为一个社会总的要有存在的纠纷 而纠纷就需要解决 而纠纷解决的判决书 就和我们医生看病以后所得出来的这个结论呢 是很符合很相似的 当然医学来说 检验真理的标准很简单 你把病治好了 那么就是说明 你这个医学的学科的理论也好 他的实践也好 他的生命力就在于你实践结果是不是把病人的病治好 而法学就不同一点 终究法学的判案的标准是很难 像医生看病那样把人看好病了 就是作为他真理的标准 显然就不太一样了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 评判一个诉讼的正确与否 显然就更加复杂一些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 诉讼案件的具体的案例 或者说每一个案例里面 它所凝聚着的那个智慧 它的经验 它的规则 都很认 都非常重要 所以不同的国家 是以不同的方式 来研究这种具体的案例 有的叫做案例审判的制度 有的是案例作为规则 有的案例上升为法律 不管怎么说 案例在我们学法律的人的心目中 应该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一个诉讼案件的案例 和一个医学的诊断的病例 应该说都是生命的源泉 都是一门科学之所以 长久能够兴衰不绝的 重要的一个基础 如果我们在结合四中全会提出来的 要司法公正 而司法公正的具体目标 就是让每一个人民群众 都能够在具体的案件里面感受到正义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准 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标准 让每一个老百姓每一个群众 都在具体案件中感觉到他的正义 这就要求两个东西 一个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正义 过去我们讲到正义是抽象的正义 笼统的正义 但是如果正义能够反映在每一个案件之中 那就了不得了 那就是说 这个正义已经从抽象的正义 变成了具体的正义 那么每一个老百姓都能够感觉到这个正义 那是需要很大的力气才能够阻弄 那么再有一个呢 那就是每一个案件中能感觉到这些具体的正义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在为贯彻四中全会 这个司法公正的目标而努力 而司法公正的目标应该说 不仅仅是一个平反原假错案 我们应该看到在中国社会现在的情况下 我们的冤假错案还是比较 比较多的吧可以说是 但是这种的冤假错案应该分为两类 一类是在审判过程中它的证据 后来由于新发现了新的证据 发现了新的作案人 新的犯罪嫌疑人 而新的犯罪嫌疑人 承认了他犯罪的事实 而发现了冤假错案 这个应该说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而且是 已经发现了新的事实只能这样 你新的嫌疑人已经承认了强奸罪是他犯的 杀人是他犯的 那么你原来判的那个人显然是冤假错案 但是现在看起来还有第二类的冤假错案 这个冤假错案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你所依据的犯罪的事实的那些证据取得不合法 比如说你现在黑社会的案件 黑社会的案件最后这个审讯的方式是行询逼供 或者其他非法的证据 那么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论来解释 你以非法的手段获得的证据 不能够作为判案的依据 那这样的话原来的判案的基础就动摇了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 只要我们发现了有采取了一些刑讯逼供 或者其他非法方式获得的证据 被认定为非法以后 我们还要审查这个案子它的成立 有没有百分之百的绝对的把握 有的时候这个证据可能就是构成它犯罪的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证据作为基础 那么这样的证据基础被推翻了以后 它的合理性也要受到正义 需要我们很好地研究 但是现在看起来我们这一步还离得比较远 我是很希望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地 能够对我们国家的法院里面所产生的冤假错案 进行一个全面的梳理 我不要求这个时间能够在很短的时间 对于过去所做的审判的案件做出一些全面的梳理 这也不现实 但是我们必须要有这一个进程 只有通过这么一个进程 我们才可能对我们过去的案件里面 有哪些是属于非正义的 没有正确的运用了证据规则 而得出来的结论 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我们不能够把过去的审判的案件 都把它忽视了 只着重于未来 只有我们把我们的眼光 能够正视到过去我们的审判案件中的问题 我们才能够对未来的我们的审判 能够抱有信心 这是我的希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